大家好 上面呢我们已经把所有的设计模式都讲完了 之前也说过翻了好多优先集 重点的呢详细讲 不重点的呢就简略讲 那我们这一大节呢也是我们课程最后一个大节 就是我们要去用一个实例来去把几个常文的设计模式呢 我们都去用一下 就是真正落地来体会一下 我们该通过一个小的例子该去怎么去写 然后让大家有一个真正的体会 当然我们这个实例呢 不可能把所有的设计模式都规整过来 这样的话是基本上它是做不到的 主要做一个非常大的项目 但是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个限制呢 我们没法再去做一个特别大特别完整的项目 所以说我们就能演示大约七八个设计模式 这样来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大家其他设计模式如果演示不到呢 大家也能通过这个例子来有一个体会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大节的目录 首先我们是介绍演示 就是我们说一下我们这个项目是什么样子的 它用到哪些设计模式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项目呢 给大家练出来看一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简单的项目 用到哪些设计模式啊 介绍的时候一块说了 然后是画UML类图 我之前曾经在讲那个明星对象的时候说过 就是我们在做任何项目的时候 不管大项目还是小项目 建议大家都去试图 在设计的时候呢 把UML类图给画出来 所以说我们在演示完这个项目之后 知道了需求了 那知道需求之后我们就要做设计 做设计呢 我们就要去画类图 OK 最后呢我们是通过类图 通过我们的设计 然后去大马演示 这是一个比较正规的流程 不是说我们一上来之后 拿到一个演示的效果 或者拿到一个需求 我们就直接上来就编码了 那样的话是比较散的 不容易看到整个的一个设计的图 或设计的一个全景 好 我们这个项目呢 是用JQuery做了一个模拟购物车的势力 就是需求大体上就是一个购物车 比较简单的一个购物车 不是那么复杂 因为它是算个势力 不是一个完整的购物车的项目 但是已经足够满足我们 这一大集的要求了 就是讲出一些设计模式 我们就为什么用JQuery做 而不用Vue来做呢 或者用Reacts来做呢 因为JQuery只是封装了一些道路操作而已 或者说是一些时间绑定的一些简化而已 留意兼容性而已 那相对于Vue和Reacts来说呢 它不是一个框架 它只是一个类库 如果是我们用Vue和Reacts的话呢 它替我们封装了太多的东西 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法去 把封装那部分的设计模式给讲出来 因为我们没有自己写代码 所以说必须拿一个 就是不是框架的 是一个类库的东西来协助我们 然后所有的东西呢 所有的要求逻辑代码 都是我们自己来写 这样的话才能体现出一些设计模式的东西 我们举一个特别特别不恰当的例子 如果说我们做这个模拟购物车的实力 别人已经写了一个开源项目 来一键支持了 那我们是不是该用那个 已经信号的程度的购物车来演示呢 那样的话就不用演示了 对吧 我配置完就行了 可能两号代码就结束了 相比而言 我们不用那个成熟的 就那个我们假想的那个购物车的插件 那我们也不用VoE 我们也不用Ranks 我们就用这块 我们自己要手动的去把这个模拟购物车的一个实力 真正的手动的写一遍 然后才能体会到一些设计模式的东西 它包括什么功能呢 包括显示购物车列表 加入购物车列表和从购物车中删除 都是特别简单的一些功能 好我们把项目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这已经打开了 我们看一下 稍微放大一点 好我们看就这一个页面 旁边的是本地的地址 这个页面中呢 我把那个Consult清一下 我们重新刷新一下吧 这个页面中呢 有一个购物车的按钮 一点这个按钮呢 它会弹出当前购物车里有哪几项 当然现在没有 然后下面呢是一个列表 名称价格 然后呢 这里有个价格购物车的按钮 就是把这个价格购物车了 然后再是名称价格 价格购物车 再是名称价格 价格购物车 然后显示这个列表的时候呢 我是通过服务端的一个 Decine来显示的 大家看啊 就这个Decine里面呢 其实已经有了我们需要的数据 只不过呢 我做了一步处理 就是我针对前两个 做了一个折扣的处理 折扣 折扣的处理逻辑呢 就是第一个是名称 后面加了一个折扣两个字 第二个呢 是将它价格给它一个折扣价 就是乘一个百分比 不是全价 大家看 第一个的价格是应该是149 第二个价格应该是366 这样的话 折扣完之后呢 就是119.2和292.8 就是一个折扣价 然后第三个第四个呢 都是正常的名称和正常的价格 这是做了一个折扣的处理 就是折扣的显示 另外呢 就是购物车的功能 比如说我们点击这个加入第二个吧 点击第二个加入购物车 一点之后呢 这个按钮就显示成从购物车删除 就是可以删除了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加入购物车了 所以说我们看购物车 已经有了这一项 对吧 而且呢 我们点击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日志商报 就是一个日志商报 虽然这里我们没有真正的去往服务端去商报 但是我们也做了一个模拟商报的一个功能 就是把日志打印出来 商报的类型就是爱的 对吧 添加 好 我们再把第三项加入购物车 大家看一下 一点加入购物车 首先第一个是按钮就显示成的变化 第二个呢 就是购物车里面呢 真正的加入这一项 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日志商报 爱的 这个时候 其实第一个和第四个也是一样的逻辑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点这个从购物车删除 点从购物车删除呢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商品从购物车中删了 我们点一下看一下 从购物车删除 一点 一点之后 这个按钮就变了 变回到加入购物车 对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购物车里面 已经剩了一个了 之前那个已经删了 然后呢 有了一个日志商报 Delete Delete就是删除 好 我们再把第二个删掉 一点之后 按钮状态变化 然后购物车里面空了 然后呢 又上报了一条Delete的日志 这就是这个功能 大家可以想一下 这个功能 你来实现 然后所有端你可以不考虑 你可以不考虑 就是比如说 假定已经有个所有端 去返回这些数据了 如果是单纯让你实现前端 这些逻辑的话 大家想想你该去怎么做 就是列表展示 你加入购物车 删除购物车 还有这个折扣的一个 显示处理 即这个日志商报 你想想你该怎么去做 然后你做的过程中 怎么去应用面向对象 怎么去应用设计原则 和设计模式 这个问题是你要考虑的 这个大家可以先自己去想 不要着急去看下面的内容 好 我们回到PPT中 就到了设计模式呢 我们这儿先说一下 工厂模式 单立模式 然后呢 是装饰器模式 观察者模式 状态模式 模板方法模式和代理模式 用到了这几种设计模式 这几种设计模式怎么用呢 我们会在一边写代码一边说 以及代码写完之后 我们会总结给大家看 到时候大家就理解了 大家现在播放可以想一下 就是如果是根据刚才的这个项目的演示 你在尝试会去用这几个设计模式的时候 该去怎么去用 比如说工厂模式 哪个地方可能会用到工厂模式 单立模式 哪个地方可能会用到单立模式 我们为什么要列出这些设计模式 大家可以先去自己想 自己想先去主动的去对应一下 看能不能对应上 最后要说一点 就是很难用一个势力 演示完所有设计模式 这个之前也提过一句 就我们讲了二三种设计模式 但是呢 很难用一个势力 来演示完所有设计模式 所以说大家就不要期待这个 说我通过一个实战项目 把所有设计模式都掌握 这个是很难的 而且呢 反过来说 你也没有必要掌握所有设计模式 因为我们到这都已经花费约级了 你没有必要掌握所有设计模式 之前我们也说过 面试的时候 包括实际应用的时候 你只需要掌握那些常用的 和业务场景中 对应好的设计模式就行了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钻这个牛角尖 就是我们这个实力演示呢 肯定是尽可能多的演示 但是不可能说 我们一个项目就演示完所有的设计模式 那样的话 我们就是为了设计而去演示 并不是一个真正合理的项目 对吧 好 那这一节综合应用的这个介绍 我们先讲到这儿 下一节呢 我们就讲一讲 怎么去画UMI类图 对吧 对吧 感谢观看